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航海加国川一段新的航程 几百年前我们有这个航空文化 但是现在之后我们就赚带了 今天重走这样一个路的话 以这样一个方式架着这么一个船 能展现中国重新回归海洋 青岛 中国帆船运动的标杆 奥运沿海型单人不见得环球航行 郭川人身中最重要的航行 都是从他的青岛港出发的 这里是船长的母港 是航程的起点 青岛是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是不断发展的国际化枢纽 国际化的海尔在此立足发展 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不断革新 挚爱生活的文明理念 海上四绸之路最早可追溯到汉代 在中国沿海有多个港口 其中广州 宁波 泉州 是公认的最著名的三个港口 而此次郭川却选择从青岛出发 将经过的站点有上海 广州 香港 越过马六甲海峡 再经过新加坡 斯里兰卡梅瑞沙 印度孟买 穿越亚登湾 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进入地中海海域 再经过意大利热南亚 最终到达罗纳哥 这条航线并非传统的海上四绸之路 而是一条新航线 能否在变幻莫测的海上 执行如期的计划 十分考验一致船队的实力 在本次航行之前 9月份 郭川驾驶青岛号 刚完成了一项世界纪录航行 环北冰流 部分船员继续跟随郭川 参与本次航行 也增添了一些新船员 其中就有一位特别的女船员 宋坤 航海人见惯了辽阔的天空 和浩瀚的大海 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 因此越发珍惜在岸上的日子 出发前期 宋坤为大家做了团圆饭 吝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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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 也是地道的青岛人 郭川此次重走海上四桌之路 也牵动了这位小提琴家的关注 对四桌之路其实很向往 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 能不能在这个路线走一次 然后跟各个民族的这些音乐家们交流一下 我倒是很希望在他的那个船头 迎着风拉一曲 我觉得这会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这一次航行并非一趟 重走船头海上四桌之路的航程 也不是一次竞技的航行 之所以如此设计 是因为想要深入探求全球各地独特 且多元的治安生活方式 网络和分享当地的生活智慧和文明形态 这将是一条21世纪海上四桌之路的 创先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于是 订阅 转发 打赏 平安 著名歌手 他的成名源自于他独特的长江 将美声和流行唱法的完美结合 是其演唱的特点 东西文化的一种碰撞 音乐的这种交融 在这里其实一直都延续着 可能我也是最早听着一批欧美音乐长大的 郭川即将进入上海 为了表达对郭川的致敬 平安很早就将其他工作排开 希望能在上海与郭川碰面 郭老师真是中国人的一个骄傲的 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 食物也不够 然后还有这种天气 非常非常不容易 代表我们中国真的是给全世界 展示一下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坚持和这种执着 此时的郭川按照既定的计划 正顺利地准备进入上海港 上海近代的崛起与造船航运相关 1872年 杨木运动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 此后数十年间 造船工业飞速发展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第一大海港城市 选择上海作为站点 是因为这座城市更多地代表着融合的色彩 这是文明的一种进化 也是挚爱生活的理念体现 其实城市变化很快 就比如说像我身后的土东 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记忆当中就是一片农田 没想到三十年之后 大家已经看到高楼林立 到达上海的航程很顺利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从二十年前上海重新经济层 从飞到现在 因为翻译会变化 上海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标志 一个标杆的一个地方 郭川这次所驾驶的是三体大帆船 平安非常希望能够一睹他的风采 更希望能够得到船长的允许 亲自上船参观 此时吕思青还在外地演出 而知嫌为航海家演奏一曲的约定 能否实现呢 不敢当 不不 欢迎郭老师登陆上海 这儿我有两样东西送给你两位 太好了 谢谢 我的新章籍 哇 好的 谢谢 让我给你介绍这个船 导航的位置 什么是 他在看数据 对 海图导航这种 每时每刻监控 虽然我们可能还要带这些东西 像我一般的船是没用的 反正我们的船跑太快 就像F1这个设计 到时候一下子有这个 速度很快的那些 浪浪啊 可以带着头盔 这些保险设备吧 电话浏览是 必须绑绳子 不然还不行 这次呢 非常荣幸能够到这个船上来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船呢 这个山体当中 是最大的一个均匀 就像我们说拿车来比较 是一个IP赛车 中国信号反正的这个赛车 就是跑得很快 就是保证我们在正短时间 从我们的中国亚洲出发 一路航行走到欧洲 终于 一位神秘的嘉宾在郭川的送行会开始之前赶到 并如愿激情肆意地为郭川的远航演奏了一曲 他就是和郭川有过约定的吕思青 带着对上海这座充满融合色彩的城市的文化感 星岛号顺利地离开 继续前往下一个重要的城市 广州 随心漫游 随心出发 星期日上周十点到十二点 随心出发 又到新天天的早上 到了我们随心出发的这个环节 早上好 钟哥 早上好 今天我们聊一下海上丝绸之路 是 这个 因为我 钟哥是广东著名的美食家 他儿时随父亲南下到达广州定居于子 从此爱上了这个地方 我自己就是定位是新广州人 但是广州人他也不管你是旧的还是新的 只要你喜欢这里 你就是广东人 此时的郭川正在前往南中国海 虽然已是十月底 但是海上的气温愈发炎热 那么选择广州停靠的意义何在呢 广州就在古代的海外的门户很重要的地位 在一千年这个时候 在和阿拉伯之间的交往 以及中国近代的历史当中 近年当中都很重要的位置 广州 南中国的门户 在曾经异口通商的时代 这里是世界与中国对话的唯一窗口 广州 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世界 各种文化在这里传承与交流 这是广州的城市灵魂 也是此次航行选择这里的理由 闲适平和包容开放 经过千年的沧桑 广州依然充满活力 广州人的生活 一切以随意收拾为目的 但有一件事绝对马虎的 那就是饮食 粤菜里面来说清淡新鲜 它追求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新鲜度 郭川的船已经靠近广州 虽然已是近海 但海上的日子艰苦 吃上一顿好饭依然是个奢物 食是粤文化的灵魂 中国希望能够找到代表广州传统文化的独特美食 来招待远道而来的郭川 刘师兄的餐厅位于黄浦谷港 多年来 他坚持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粤菜 粤菜追求鲜嫩滑爽 这是广东美食的精髓 也是美食传承的秘诀 千百年来没有改变 远洋航行困难重重 到了近海也没能掉以信心 对于航船运动来说 这些看似平静的海面往往暗藏这些莫测的变数 也是因为这些莫测的变数 郭川的船未能按计划进入广州 而在港口外抛锚了 因为你在马上到达 因为我们的相关部门认为这样是不安全 所以我们只要等待 等到第二天再入港 但实际上在航道上还有很多不关键的运输 所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郭川不能上岸的消息 反而启发了中哥 自古以来 渔民出发和到港都会有些仪式来讨吉利 作为港口文化的特点 这些仪式往往与美食相关 中哥决定用最传统的仪式为之后的航行祈福 我们一般渔民出去打完鱼回来 可能半夜回来了 半夜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的很多渔民呢 就把家里的一些菜啊 鸡鸭鱼肉啊拿出来 但是呢也比较凉了 没办法加热 那就他们会放在布盆里边 最后蒸熟熟热气腾气 摆脱了近海的小麻烦 郭川船长终于在广州等岸 给你先握握手 欢迎到广州 今天待会儿弄了一个简单仪式 欢迎您的 我们一般呢是船到岸之后呢 一般有一个仪式 特别是少不了的一个乳猪 红皮吃状就代表了一种奇想 那也是还有我们的一些烧鹅 那我们也是对航行的 也是做一个起伏 起伏之后呢 大家能够代表了以后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再次安全输航 带着对美食的感受和对传承的领悟 郭川离开广州 前往香港 香港是个节点 从这之后 郭川将远离祖国 开始海上丝绸之路 国外段的新征程 是离国门 海风净吹 郭川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先后经过了新加坡 斯里兰卡两站 将如期到达孟买港 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开始 孟买是郭川在亚洲大陆停靠的最后一站 下一段的航程将会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新航道 其中途经索马里一带 海盗频繁作案 孟买这一站是否顺利 直接关系到郭川能否安全通过索马里海 我是哈里亚 在印度从事电商行业 听说郭川船长远道而来 我非常期待与他的会面 我希望向郭川展示科技给印度带来的改变 印度 古老与现代 神秘与开放 发达与落后 东方西方 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 孟买作为印度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汇聚了国内外优秀的科技企业 是印度的西部文库 所以我们下午说了 这个天气刚才下午还是晴空万里的那种天气 现在一下就雾云面部 电闪雷鸣风雨大作 所以要特别小心 印度是一个有悠久航海历史的国家 史创于1846年的孟买皇家帆船俱乐部 已经有170年的历史了 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帆船俱乐部 作为来自中国的使者 郭川将入主这一皇家俱乐部 郭川的这次航行 被视作中国文与印度像的一次牵手 然而牵手并不容易 郭川在这里 第一次遇到了此次航行 在国外端定的境遇到的困境 接下来自中国文库 2米 多多我来找 大概的方向是几点 几点 快点 慢到快点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别摇吓 别晃 站在印度里 在肉眼的视距离 青岛号的桅杆一袭可见 虽然近在咫尺 却无法上岸 地面接应人员先以小船 为郭川捕充其言 尽管 听不上岸 经历了多番波折 帆船终于顺利靠岗 郭川一行终于上岸 把美好印象留下来 继续让全航行 完成与孟晚的短暂接触 郭川开始为下一段航程做好准备 而就在这时 一个突发情况打破了原有的计划 对 护航要赶接集结地 我们说好今天走的话 才能赶上来护航时间 走到晚的话 就有可能会再麻烦事 原定于26号出发 突如其来的一个印度国家的假期 相关部门不办公 将造成郭川可能不能按时离港 而这直接影响到 与海军护航对接的问题 今年已经有两起 刚刚就有两起在那边 疑似发生的 有武装的这些海盗出现了 在交集的等待中 哈里亚带郭川 前往当地家庭中做客 有朋自远方来 主人兴致勃勃地 用印度传统的方式 来给客人们泡上了奶茶 茶原产于中国 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传到印度 后来印度也成为了一个茶叶生产国 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茶文化传统 这是你的家庭 这是你的妻子 对 妻子 对 妻子 这是你的礼物 这是你的礼物 对 礼物 印度的现代化发展 构建在古老文明的体系之下 新型的文明渴望突破与创新 安加利是印度国宝级的射击运动员 多年来致力于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并从事射击运动 并寄往由此改变生活 改变命运 射击运动对器材要求很高 运动设备的研究和技术动作的精细都离不开科技 近年来印度的科技进步 给印度的设计运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有信心让更多孩子通过这项运动来改变生活 与国际化的海尔一样 这些年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开拓着海外的市场 这家国内的航运公司孟买是他们的重要基地 凭借他们在本地的资源 能否帮助郭川获得特殊照顾 顺利离岗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条船可能晚了离开孟买这边 可能今天走不了 可能明天才走 而正在郭川焦急地等待时 一位印度的职业帆船船长过来拜会郭川 这边一带船 这边一带船船 哦 真是的 这边一带船船真的有些 connected 我们óle尝这里不是真的 无辜的船船船 同行的拜访让郭川交集的现场偶像环境 当只是心情的转化 在国内船运公司老总的帮助下 事情似乎有些转机 郭川继续等待消息 去年我们前期在那个进行室当中 就有海盗司机或者商船事件 所以这样有活动 对我来讲肯定是有压力 做遗产自长 无养的活动本身在有那么多的 是不确定幸福的 等待中的郭川漫步在孟买 孟买是印度的重要城市 它也代表这个国家的某一些方面 这个文明古国拥有过辉煌的古老文明 而在浓重的传统文化背景之下 也渴望着突破和改变 新兴科技的汇入正悄然改变着这一切 终于 郭川办好了出港手续 怀着对科技改变人们生活的礼物 翻船立即赶往亚丁湾海域 奔向亚历山大岛 但能否与护航编队会合 却不得而知 亚历山大是古代欧洲 与东方贸易的中心和文化交流的树鸣 在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 印度洋上来的来船 将货物通过骆驼驼运至亚历山大岗 而今天 苏伊士运河的贯通 可以直接从海陆进入 亚丁湾是船支快捷来往印度洋 和地中海的必经站 又是波兹湾石油 输往欧洲和北美洲的重要水路 但由于该地区海盗昌卷 又叫海盗港 海面情况非常复杂 危机四伏 经过连续四十多个小时的伴随护航 中国海军第21匹火航舰队三亚县 之前 船船航速 做海区环境影响比较大 我们主要通过随时机动 去保全村安全 看到走过海军的旗帜在船侧飘扬 郭川与船员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和拓展中 不但有郭川这样的航海家 又不断对外拓展的海尔这样有志向 有目光的企业 更重要的是有国家力量的支撑与保障 亚历山大港 历史上是与中国泉州四统港齐名的 世界第一大航口 到了近代 由于苏伊士运河的贯通 这座历史鸣港 成为了链接亚非欧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是亚历山大港 入选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一个原因 地中海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 是大西洋 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往来的捷径 这里也成为西方航运文化的摇篮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 也是在这里最早升起的风帆 郭川进入地中海的重要一站 就是热南亚 热南亚是哥伦布的国家 这对郭川 对于西海上丝绸之路都意义重大 这里曾经是大航海时代的核心地带 如今在这里 重处都可以看到航海历史的印记 热南亚港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地中海区域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中国和整个亚洲的贸易大部分都集中于此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欧洲面向世界的一条快捷通道 开启了地中海面向世界的贸易之路 经历了近50天的航行 终于接近了欧洲大陆 而此时风平浪静 翻船失去了动力 行驶非常缓慢 郭川面临着有可能无法按计划完成航行的危险 而此时船员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已接近极限 青岛号的航行依然充满未知 那么热南亚这个对于郭川意义重大的港口 郭川能否顺利登岸呢 一种成熟的文明形态 首先体现在生活的模式上 热南亚作为一座港口城市 享受海洋 挚爱生活的理念 根植于人们心中 当地居民的生活 闲适 勇雅 热南亚自古以来都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这座城市的历史背景 给了它的后人无数的文化瑰宝 而现在 他们都以各自的姿态留存在这座工程之中 海上的航行依然缓慢 这时已经到了12月下旬 希望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即将到来 郭川希望能够赶在节日前完成航行 让船员们能够在家中度过佳节 经过再三考虑 郭川做出了一个不得已的决定 绕过热南亚直奔终点 摩纳哥 摩纳哥以海而生 是世界第二小的国家 国土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 但这里却有着文明于世的国产业和F1赛争 同时这里也是职业翻船运动的核心地带 摩纳哥是代表一个标志 他们代表最高的一个水者 就是那个翻船水者 在早期的古典翻船时代 大文卫的冒险精神和对海洋的尊重 支撑着人类海洋时代的到来 而这种传统精神 在摩纳哥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在大航海时代 要远航开拓江域 船只的安全性自然是重重之重 同时还要配备武器 到了18世纪出现了竞技帆船 欧洲人开始追求极致的速度 到如今 船只的功能性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发 游艇偏向豪华收视 同时能耗低 秀珍国家摩纳哥 实际位于法国蓝色海洋的一段 海洋对于法国来说 也是个重要的象征 我想通过这个纪录片 向使人展示优雅 浪漫 精致 至爱生活 至爱世界的美好理念 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艰苦航程 郭川终于抵达了本次航行的终点 郭达哥 经过60天的艰苦航行 请郭川团队驾驶着中国青岛号大帆船 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3点55分 抵达摩纳哥皇家国际游艇俱乐部 这个摩纳哥在欧洲它是一个多文元素文化的代表 交流的这么一个国度 青岛号也将国际化的海尔创新开拓 至爱生活的理念 传递到了这个欧洲的帆船重地 过去的两个月时间 我从青岛出发一路航行过来 经历了很多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目前复兴海洋文化 重新走向海洋的一带一路战略 最好的一个践行和实践 然而郭川知道自己还有一种未了的心愿 既然完成 这里是大航海时代曾经的心脏地带 不朽航海家哥伦布的故乡热拿亚 正是因为怀着创新开拓精神的哥伦布 几百年前的壮举 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才更加丰沛完整 接触航行的郭川最后来到了热拿亚 在这里郭川激情澎湃 感触流动 他更加深切地感知到了 自己血液里同样流淌着的创新精神 哥伦布到死都不知道 他所发现的是一片文明的新大陆 或许对于一个航海家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你认证了什么 而是你到达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传递了什么 两个月的航程 我们从拥有开拓精神的青岛起航 感受了上海融合的色彩 领悟了广州传承的意义 体会到香港进取的姿态 领略着新加坡开放的气度 与斯里兰卡和谐的仪态 看到了孟买蜕变的渴望 在亚历山大以超越的精神进入地中海 感受了热拿亚创新的业质 最后在摩大哥获取了挚爱生活的美好灵感 行在外 家就在身边 居在家 世界就在眼前 家与世界的关系 从来就不是对立的 在外里 也许会遇到困难与挑战 但是风雨过后 你总能从这段旅途中 找到闪耀的生活智慧 而拥有的这些 你就拥有了一种智慧人生